近日,据最红黑衣人的不靠谱消息称 新生代偶像陈学东一次退出娱乐圈 转投教育行业,另谋出路 为此,马来山八卦协会 秉着业界良心的宗旨 前往陈学东所任教的小学 为大家一探究竟 我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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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前方打探 陈学东十分低调 即使面对热情如火的学生粉 也相当高冷 时刻强调自己现在是一名老师 怎么能跟我签名啊 怎么能跟我签名 我是一般的老师 我不能签名 我在工作 我现在是老师 你知道吗 不可以有我们在工作 前方眼目色道 陈学东一反平日暖男形象 拔辣教师上身 无法自拔 看这里听见没有 老师要发火了 还要不要吃饭了 你要放老师 说我给你们别动听见没 谁让你去上来的 老师说我选择头都不能碰 听见没有 老师看谁没站好啊 嘴巴闭好了 你在干什么 你在拍戏吗 你在拍戏吗 你不能强 不能跑 不能跑 来 来 来 马浩轩 马浩轩 西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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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学生反应 陈老师和班里孩子 关系特别好 已经可以用相应 亲切地交流 他女儿好漂亮的 真的好漂亮的 是不是 长了个大包 长了个大包 你自己都不听话呢 你觉得老师喜欢你吧 喜欢你吧 你不告诉老师 你就要一直站在这里 要都天黑了 不要把这个放到水里面咬 知道吗 很脏的 很脏的 起了一个泡 起了一个泡啊 一个泡啊 不要再给老师这么多要求来 这么多要求来 老师也是第一天做老师 好吗 但也有爆料称 陈旋东老师由于工作压力大 也会出现完全崩溃的状态 让人好生心疼 他也是为了孩子好 我告诉你 全班36个学生 我管马昂轩管的最多 我每天都在骂他 我每天都在逼平他 我心里不难过吗 我如果不想管他 我都不说了 就不改变了 我们第一个去你们家 做家房的 你说的每一个 我说的就是 包括你跟我 我不是说的吗 我不是说的吗 事实证明 陈旋东不仅在演艺事业上 走得越来越好 如今在教育事业上 也开辟了一条新路 让我们祝福他吧